你可以把你的需求变成具体的要求 监督新北市政府逼具体的要求去做的计划 超过500多位的民众参加新北市卫生局举办迎新生活馆公庭会 表达诉求要运动场不要迎新生活馆 卡住了公庭会的行程20多分钟 强烈主张市府的提案规划BOT模式 作为长照医疗和运动休闲的全灵生活场域 根本和民众需求绿地不同 如何能够认同市府的规划 我跟你讲过 不是 发迹人 我们认为如果是要讲我们现在有发迹台 所有的发迹台到发迹台 我觉得我们都会被记录 我们可以记录 没有问题 我想议员还有各位女明 请大家先安静下厅 我觉得基本上今天新北市政府非常有诚意的在这里 我们今天是地市场 不管是座谈会 说明会 公听会 今天是地市场 我还是要讲 整个新北市的团队 今天全部在这个地方 就是要解决你们的问题 新北市推动移动养院景工程向重中和前国管院操场 预计要兴建银行生活城 在地居民对于市府的提案根本不买单 无法理解市府为何要捨去绿地 兴建大型的建筑物 根本不在乎民众权益 是听听我们的声音 实际跟市民居住的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是跟过完合纳 女军联的地方 肉当里要 人家要你为什么不给他 问他 人家要你为什么不给他 有一个庆幸 我们那么加强的道路 我不能多钱来 一个小小的一个 和一个短期的方圈 那个地居这种都不行吗 一个小胖子都不行吗 很多所谓的BOT 很多的地方 本来不该该大楼的地方 多编成大楼 本来都是绿地 若果有一个最大绿地在哪里 我想副局长 我们不知道 各位居民都知道 对 我也要以五十四公顷的地理 不去盖 跟我们这边的居民 去称这小小的一公顷 为什么 为什么 这边有很多理 我想大家都打不了 我们就不要提了 有一些BOT 有一些公开的程序 我们不要提 因为我们正常到来 没有时间去管政府这件事情 重新 说有我们的重新 有两个需求 我们来的运动的设施产业 我们不要减少 这个一定要确保 第二个 桌边的停车空间 不要多小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能够打造一个智慧的 同时友善的环境 作为一个多功能的 然后我们在地 不管是生活在地的医养 或是在病的 所谓的养老 这些功能 在这个案子 是可以去完成的 为新建迎新生活馆 举办的宫廷会 整个过程 民众几乎无法听 市府单位的说明 不想让案子 有通过的机会 而到场的民意代表 则表示 市府应听取民众的心声 并且将规划案 听完之后 再来进行理性的探讨 记者林立吴志恒 综合报道